上场的两个人,虽然在学院中算不得能和白山等人相比的风云人物,可至少也是有着一点小名气,因此两人一上场,看台上便是响起了一阵阵驻威声。 能够有资格参加选拔赛,并且坚持到第二轮,不论怎么说,在迦南学院外院里至少也能算作是中等偏上的实力了。 场中两人皆是玄阶班级,一人为敏捷飘逸的风系属性,一人则为厚重沉稳的地系属性,一注重敏捷审法,一注重沉稳防御。 两人相差不大的实力以及属性,也注定了这场比赛将会处于焦灼状态。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,自从比赛刚刚开始,那位风属性学员便是化为一道轻盈。 不断地在对手周身杀掠,借助着敏捷之力,掌风刁钻,直指对方周身要害。 不过,他的攻击虽然灵力,可对手也并非是庸人,身体如磐石般触至地面, 凭借着那以悠长远场战斗力持久著称的地系斗气,苦苦坚持。 若是仔细查看的话,便只能够发现,他虽看似落于下风,可确实将场中所有灵力攻击都是减少到了最小的伤害。 场中一攻一防的狠力战斗,将广场上大部分眼球都是吸引得过去。 一道道吆喝的储威声不断地互相汇聚,最后犹如滚雷一般在广场上空,响彻不休。 背靠在椅子上,小妍望着那场中,那名将对手所有攻击都是以一种最小的代价抵消的参赛者,请笑道。 那个罗浮看来胜算不小,他不是被戈梨压着打吧? 那戈梨虽然看似攻击凶猛,可这般长久下去,斗气终会不知。 关机斗气颜色等等,想必他所修炼的攻法并不会太过高进。 而低级攻法根本不足以支撑他这般消耗太久。 反观罗浮,自开打以来,脚步都未曾有过太大移动,并且每次与对方攻击相接触,脚掌便是会有细微颤抖。 那是将近期泄进大地的举止。 虽然这泄力之法有些笨重,不过却依然是能够节省些许不必要的斗气。 所以诸实纳哥里没有太大的杀招,恐怕再出三十来回合,攻击便是会逐渐溅重,直到最后落败。 听得熏儿仔细解说,不仅萧玉点点头,就是连萧妍都是略感诧异地看得这妮子一眼,因为就是连他都未能看得这般相信。 不知道这妮子这两年修炼到何种疾病,不过想来,定然不会弱用啊。 心中嘀咕了一声,萧玉有些无奈,原本以为自己这两年的修炼速度已经很不错了,会没想到这妮子更加变态。 不过想想熏儿背后那神秘势力可是有着连药老都要忌惮的实力,便也只得安下心来。 不论如何说,熏儿的修炼天赋丝毫不比自己弱,再加上从小便是修炼量身的高阶功法,那些什么珍稀丹药等等更是不缺,招手即来。 远比自己还要自己动手辛苦凑齐药材方便得多。 在硝炼胡思乱想间,场中焦灼的战狂终于有所改变,那名叫做戈利的学员似乎也知道自己即将到来的麻烦,所以在狂猛地进攻一阵之后,终于是打算减缓攻击速度。 然而就在他速度缩减之时,那一只犹如乌龟般龟缩不动的罗斧却是陡然发力,一招与地系属性防御天性截然不同的灵力斗技,一掌便是将对方震得连退了十几步,一口咸血喷出,竟然是直接失去战斗力。 乔德纳一招取胜的罗斧,硝炼略感诧异地摇里摇头,在心中惊叹道, 不动如山,动如雷霆,一招败地,不愧是家难学院,学院战斗素质竟然强成这一半,也难怪当年在请假时,若领导师很是恨体不成高。 这种出色的培育系统,若非我有这老师案中知道,光凭自己摸索修炼了吧,可能还真的难以感受学院里这些天才的修炼素的。 心中叹息了一番,硝炼便是再度将心神投注在那场地中。 场中在残判宣布罗浮胜利之后,心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便是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退出场地,而下一场比赛则是紧锣密鼓的紧接而上。 这般不间歇的比赛,也始终是将那广场周围的看抬给维持在高潮之上,震耳欲聋的欢呼助威声震得人耳膜发疼。 目光在那一场场比赛中犹如走马关花般的闪过,硝炼心中对着迦南学院越发多了几分凝重。 这次的选拔赛,大致能够代表迦南学院外院的上层实力。 而从这些人的对战中,硝炼便是能够模糊地看出,这迦南学院对学员的教导的确很是有一手。 学员间的战斗方式远非硝炼所想的那般古板,反而更像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手,交战时眼光不仅毒烂,而且该下狠手势没有半点溜情。 这等略有些危险的比试,已经超过普通学员间的切磋界限。 不过真正的优秀者,也绝非是在温和的象牙塔中能够产生,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毒辣眼光根本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强者。 迦南学院能在学院内营造这种氛围倒也算是有本事了。 每年学院都是会让一些学员进入黑角域历练。 虽然这举动很危险,甚至导致每一次历练都会损失优秀人才。 可不得不说,那些能够成功回来的学员,犹如进行蜕变一般。 这种蜕变,不仅表现在实力上,更多的,还是那种气质上的转变。 滴滴的声音忽然自一旁传来,萧炎转头一看原来是若林导师。 文言萧炎一正,半赏后方才点点头道。 啊?难怪,那黑角域也的确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历练场所。 只是没想到,迦南学院高层竟然有这能破裂,那可是吃人不土国斗的地方。 去历练的学员,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,选择是单身去黑角域,或者组团去。 不过,选择单身的很少,除了某些对自己实力很有倾心之人,而选择组团的话,学院便是会在每一个团队中派遣一名内院学员,而后者也是作为队长班的职位,带领着他们从黑角域内班历练残地,活着走回来。 若林导师眼睛略有些恍惚,缓缓地,那白山陆木等人,便是曾经进入过黑角域,而且还是单身,所以不要小区了他们。 眉头一条,萧炎目光瞥向远处的白山,没想到这个家伙也在黑角域中走过一遭。 在萧炎与若林导师低声交谈之间,场中的比赛也是逐渐进入卫生。 随着那裁判的宣布胜利后,场中一轻伤一重伤两名参赛者,便是被人搀扶着,推了下去。 裁判席上一名裁判缓缓站起身来,目光环视了场中一圈后,最后浪声道。 第三十八轮,炼药戏陆木,对战黄金二班,萧炎。 随着裁判的音落,喧闹的广场顿时安静下来,旋即无数道目光,刷的一声便是转移到萧炎身上。 那些目光中,倾着各种意味,当然,其中不善的眼神,自然要较多一些。 望着周围那一道道,倾着幸灾乐祸意味的目光,若林导师,请生提。 看来很多人都等着看你出丑,毕竟这个陆木可不是昨天的靴崩河禀。 他的实力,就算是放进整个外园中,也能算作前十。 而且据说,由于他身为炼药师的缘故,还能够操纵一种杀伤力不弱的火焰,很势棘手。 你要小心。 而且,想要彻底杜绝以后类似昨天夜里白山那种麻烦,那么你今天这一战,就至关重要。 萧嫣哥哥,加油。 哎,混小子,可别丢脸啊,输别那个烦人的家伙的话,你会被我鄙视的。 敬礼而为。 萧嫣微微一笑,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站起身子,脚尖轻点看台,身体轻飘飘地落向广场。 挺拔的身子与背后那巨大的悬重值,形成一幅颇为悬翼的画面。 在萧嫣进入场地之后仅仅片刻时间,一道倾笑便是陡然在广场之外响起。 旋即一道蓝色身影瞬间划过广场半空,最后脚尖轻点广场周围的柱子,身体凌空翻滚着落进了场中。 在这名蓝色身影露面之后,周围看台上立马爆发起海啸般的助威声。 看来在这迦南学院中,很多人都希望这陆木能够将出来眨到,可却表现得极为强势的萧嫣给打压而下。 淡淡地望着场中二人,白山嘴角画起一抹冷笑。 这场战斗应该便是能够让那萧嫣施展浑身解数了吧。 陆木那个家伙可不是昨天的噱崩了,我倒是要看看你萧嫣究竟凭什么本事能与萧儿在一起。 看台另外一处,红衣少女撇着今日最受人瞩目的一场鄙视撇嘴道。 打吧打吧,最好两个人都打得半身残废。 萧儿也就不用被那萧嫣糟蹋了,不然的话又得让我出手。 在各方心怀鬼胎之中,这对于萧嫣来说颇为重要的一场立威比试,终于是即将开始。 出现在萧嫣面前的蓝衣青年,一头散发随意地披下,脸庞上挂着一缕慵懒之色,身子挺拔。 模样虽然并没有白衫内等帅气,可也能让人心生一团和气,一张人处无害的脸庞,看上去极容易让的人放下一些戒备。 也难怪以萧嫣的性子都会在初次见面便被这个家伙给戏耍一通了。 在萧嫣打量着蓝衣青年时,后者也是笑咪咪地看着她的。 你便是萧嫣吧,玉儿的表弟。 瞧得萧羽点头,落幕顿时黑黑一笑。 自家人啊自家人,放心吧,萧嫣兄弟,等会儿彼时开始,我会留守的,绝不会让你有损伤的,不然玉儿怒了,我会倒霉的。 听得这话,萧嫣然,这个家伙还真是一个自然熟,初次见面也能将两个人的关系扯到那地步去,实在是个人才。 既然如此,那便多谢陆木学长了,不过我也对那前五名的名次很感兴趣,陆木学长还愿意放神吗? 萧嫣兄弟啊,凡事要脚踏实地的好啊,不要好够误远,那前五就是联谷,也没多大信息。 虽然你打败了薛崩,可要知道,那家伙在选拔赛中实力,也仅仅是中有位置而已。 文言,陆木脸庞一红,干咳着笑道。 瞧得陆木这表现,萧嫣不由的一笑,这个家伙倒也耿直,不像白山那种阴冷性子。 此时裁判席上,一名中年人挥了挥手,浪声道。 开始吧。 陆木学长,打败萧嫣,让他知道江南学院的厉害。 中年裁判的声音刚刚落下,那探台上便是传出一阵阵助威声。 只不过那些喊着这些话的还是男学员居多。 而似乎随着这些男学员的剧烈反应,反倒是让得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女学员不乐意了。 不管怎么说,萧嫣在昨天所展现出来的实力,足以让得很多人感到震撼。 再加上萧嫣容貌也并不差,其长的身姿加上清秀脸庞,也很是吸引不少女孩子的目光。 因此在那些喊着打败萧嫣的声音响起之后不久,一道道整齐清脆的少女助威声便是替萧嫣拉起了声势。 看来萧嫣这家伙也很是讨女孩子喜欢嘛,这才来了一天时间而已,便是有人替她呐喊助威起来。 听得那些娇和声,若林导师不由地眼嘴笑道,一旁勋儿也是轻笑颠头。 被广场上那对轰而起的两股助威声势带动得脸颊泛红,萧嫣忽忽然双手放在嘴边大声喊道。 萧嫣,打败那个摇光子! 听得那在广场上空纠缠不休的两股呐喊声,萧嫣无语地摇了摇头,抬头望向对面的露幕,怂得怂肩膀。 手掌缓缓握上背上玄重驰柄,吃得一声,重驰滑破空气,斜指地面,一股青涩痘气自己体内缓缓生腾而起,最后将萧嫣整个身体都是包裹其中,一股雄魂气息蔓延而出。 感受着那子萧嫣体内生腾而起的雄魂气息,露幕一正,旋即脸庞的慵懒之色逐渐收敛,指间纳戒光芒闪过,一把铁剑闪略而出,渐渐青台指向萧嫣正色道。 看萧嫣学弟你这个气息,怕也是进入大斗师级别了吧,难怪昨日能将薛崩击败,修炼天赋当真是出色。 那前五名我也是很感兴趣,怕不能相让,所以我只认出全力了。 随着露幕话语落下,一股与萧嫣相差无几的强横气息也是自其体内抱涌而出,最后化为一团火红将露幕包裹其中,远远看去,火红光芒翻腾间,犹如一团炙热的火焰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